对 我觉得两边队长上的概率比较小 其实我觉得韩芳那边的话 我觉得孟敏友上的一个概率 然后中方这边的话 现在是属于状态打出来的 大家可能都想上 对 尤其是现在 在Colorful和120之间的抉择 可能会比较多一点 对 可能会比较多 因为这两个选手 今天的一个状态比较的火热 然后彩色的我觉得也有可能吧 可能 是 还在进行一个艰难的抉择当中 在场间的时候 我们也是感受到了 现场观众的热情 这个对抗 其实就是关键是 如果你去打令的话 我觉得是中方的目标 应该是就是60%的概率是对上令 40%的概率是对上其他的人 但是就是说 假如对方要出受阻的话 只能出令 所以另外两个受阻是不需要考虑 就是如果是 就是60%打令 另外40%打暗夜 这样的一个思路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就是说 彩色刚才的那一局的打法 我觉得受阻如果阻止不了开抗的话 是目前还蛮破解的 对 就是主要是上彩色的话 就是考虑到他去打受阻的 这样一套战术体系要完善了 在短时间内韩方可能是比较难以 去想到应对的解法 但是从整体历史上来讲的话 120可能会更稳妥一点 所以队长现在001已经很艰难 到底是让谁上 但是如果博弈一下的话 又要去思考 现在确实是 你看可能是120吧 看120好像是 他应该是彩色在给10说 就怎么打这一套更好一点 可能是120上了 好 这边中发球起立了 对120应该是120这里走到中间了 好的应该是120 好可以 那么韩方的话这边是 难道是要使出一阳指甲丝火宫吗 韩方那边独播是令吧 对 也有可能是孟韩的 哦 好 这个话国家 孟韩打120 孟韩打120 这一场是很好看的 这场真的很好看 是啊 孟韩在关键时刻还是 站出来了 站出来了 对 因为这个时候就是属于 因为孟韩这一次的一个比赛的话 他刚才打120去状态不错 只是120发的更好一点 两个如果再打一队PU3 班匹克的这种比赛的一个性质的话 可能就是属于会更加的精彩 没错 其实我觉得彩色 刚才他们应该是知道对阵了 所以说彩色就刚才在给120说怎么打木 对 应该是我们这边得到的比较慢 它是唯一的一个暗夜 对 我们这边得到西医肯定会慢一点 现场肯定会更快一些 对 因为他们是第一时间决定同时提交裁判的 对 不存在就是看到120 然后我上任何一个其他的人这样 对 而且刚才就是休息的那十分钟的话 应该是连班图 选图都应该弄好了 对 所以说这个就是 所以画面给着我们的时候 我们解说是不知道 因为离得蛮远的 但选手应该都知道的 好的 我们最终来到了A死战阶段 使用120对阵梦 对 这场的话是一个UD打案夜 然后两个选手的一个风格的话 简直就是属于完全不同的 没错 一边是一个战术性的 一边是一个操作性的 而就是说你觉得120会搬什么图 120肯定是搬TS TS跟TM吧 应该是两个 就看是一个双搬 还是一个单搬的这样的一个思路 就是 应该双搬的 因为七张图嘛 应该搬两张大三张 如果是双搬的话 那我对王林来说是比较好的 对 双搬的话可能就是比较地图是一个EI 然后是LR 然后还有一个就可能是一个AI或者AZ之间的一张 嗯 好 罗里斯特特尔这里也是做一个是吧 暗夜选手也是要说一下的 只可惜鲁西粉没了 鲁西粉没了 鲁西粉来起来就是在旁边制招了呀 就像刚才卡尔夫所做的一样 告诉你KOD的弱点就是 对 就是什么什么 或者是不论刚才哪一波是有点直攻期 然后你这么打可能会更好一些 然后你看 这的话彩色也是意在说 就是这个时候就可以判出队伍的这个团结性 就是大家都可以给你制招 对 因为有的时候是当局者迷 虽然说 你腰力上一把赢了 那会不会就有些地方就感激一下打得更好一些 对 该可以注意的地方可以注意的更多一点 对 这个还是比较关键的 这也是线销团队才好看的一点 对 因为这个时候不需要藏东西的 我们是团队 我们赢的是整体赢 其实我在想一个事情是选手打的时候 如果我们要是有一个四人教练组 我可以在背后欧毕这样直到会不会很好玩 那是属于很铁不称钢了 你像那个之前 那个 我听那个什么灵灵去指导一个人 指导的后面就是不想指导了 就是指导的很很气 就离开来说了跟不上 这个还是需要一点基础的 就是说魔兽的话 因为你如果说上手不刻苦的话 是你很难达到一个高度 对 而且感觉你让职业选手去交一个业余玩家的话 他会看得你很着急 他觉得这一波明明是可以打赢的局面 然后业余玩家的操作没有打赢 他可能会真的很着急 对 那这边Lin的话 但是KOG加金龙龙这一招 我觉得他可能不用 对可能 不会用KOG加金龙龙的 也有可能用其他的 所以说现在的话 又是1.3D的新版本 真的就不知道双方这种战是什么样的 然后是给到墨一张像TM那种大地图 真的不知道他会拿出一个什么样的应用 打出一个什么样的套路 我觉得TM应该是打不着的 但是怎么样都打不着TM肯定会搬的 打不着TM的 就是关键是看是双班的话 那就肯定是第二个班位就是贴实的 对你看现在的话 双方的一个团内都是属于在各种给意见 因为打的人 其实这个时候是要瞬间接受太多的一个意见了 然后是那个李奥 怎么去把有用的意见 就是用在自己身上 可能大家提的意见都是一个好意见 但是有些意见就是说可能就是你用不上 我在想为什么韩芳没有上令 他们会不会觉得上一个兽足 真的有可能对上Colorful不太好打 所以还不如上一个暗夜稳妥一点 对有可能的 因为中方这边的话 你像彩色今天发布非常地速度 打兽足非常地厉害 对 然后因为000这两个打兽足也是天生厉害的 主要是博弈吧 主要是博弈吧 对博弈吧 这个就是博弈嘛 这个有可能是这样的 这就是石头剪直布的一个博弈嘛 对 你出什么我出什么这样一个思路上 对 就是如果他们上Moon的话 对上Colorful一个暗夜巾内战我可以打 然后我上Moon打 人数也好打 对碰上人数也好打 然后如果要是碰上一个120可能是不太舒服 但是也能打 对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罗雷特给了相当多的意见 对 罗雷特应该也是在天地上面跟120打的蛮多的 罗雷特其实属于一个打越地挺强的选手 对 其实罗雷特是属于除了打120都强 所以120真的是打暗夜是属于那个顶峰的那种选手了 对 还是还是记得 大猪挺打暗夜 好 这两个话已经是裁判说 也许中间再握一个手的 应该是翻土了 好想看一下才能 哈哈哈哈 哎 输了 哎 不过无所谓 我觉得翻土这个就是板上钉钉的 应该是ABBA这样办的 对 ABBA应该是 然后我们来翻一下嘴唇那个表情啊 他说走翻两张啊 好 翻了 EI EI还是AI因为两个嘴型有点像 对 好在设置在选图应该是 那就是ABBA然后互选败者图这样的一个思路 对 那后手选呢可以划算一点啊 这是因为手张地图是可以自己决定的 但是应该是那个木人上10先班的 嗯 因为我看裁判那个手势是让木人搬两张图 所以就应该是那个他赢了以后能央里先班 那现在应该还在犹豫选什么图来打 因为AZ跟AZ两个图啊 木人是经常纠结于120的 暗夜打这边的一个UD的话 其实AZ的一个优势图 而优势更大一点 但是呢 木人在AZ上面是数10数太多了 所以他是有的时候宁可选一下AI来打 所以有的时候就这个点是在纠结半天的 好那这样的话是最终决定了地图顺序 对这已经准备好了 这个真的是肩上的压力点大 这120是属于新比较大的选手 无论是打过这么多大赛的选手 对 我相信他们两个应该会我们奉献非常精彩的 现在这边的话需要队友下场了 彩色还是要祖父一些东西 彩色说我把我的运气递给你了 120你加油 这彩色跟120都算是一个新笨的一些选手了 嗯 这是一个比较大小将也是发表非常出色 像今天那个KOL上其实就是两个小将打完的 对 所以说魔兽3不是说没有新人 只是新人很难抱头的 你现在要打不过那个木人令这种级别的选手 就大家可能就记不住你 像今天的话踩车是一穿三 就都知道中央对方赛 像那个NEXT这个比赛 主要是新人想要冒头的难度比较高了 以前什么CG这样的比赛 你可能打一个地方赛 就那么一两个职业 然后半路翻车了 对 然后你就这么打出来的 而现在的话各个各种比较强的比赛的话 可能有四五个职业在八强等 你总共要多打一个 好 孟文这边在做最后的准备 但其实孟文也是老一败过三 玩家心目中的 应该说是梦想之神吧 对 木瓜盖当中现在唯一状态还比较 比较在状态的就是孟文了 所以今天这场比赛也是一个新老对抗 这一局120其实在之前的话 是完美了完成自己的一个战术思路和任务 没错 就是说虽然说输给Ling 但是我觉得那一局的话 在我们的合理之中 包括说是打的其实也是挺好的 然后这场比赛的话 我们不知道它的地图顺序 但是因为这样的打法 其实更适合于王林的一个 就是这样的半途方式 是相对对王林来说还好一点 对 因为王林打应的话 不用去担心我都要打什么图 我只要把TS跟TM搬到了以后 另外四张图 另外五张图都可以的 就王林难打一点 就EI难打一点 其他几个图都还带不错 确实 所以说在这个图上面的选择 还是可以的 我们可以看到 亚马逊是第一张 亚马逊 那么这里的话 很有可能孟文最后就觉得 半天是搬掉了一个AI 然后还是留着一个 安逸稍微好打点出来的 今天的话 双方选手已经准备完毕 我们马上进入到今天的ACE战 这是中韩对抗的一个关键印象 对 这一场是决定了 这个BO3中方赢 还是韩方赢的一个 两天的努力 所有的选手 和我们所有的电视机间的玩家 所期待的一刻 最终降临了 您现在收看的是 网易电竞X系列联赛 魔兽中马3中韩对抗赛 KOF的ACE战 是由中方选手120对阵 韩方选手慕 对 一看我们从这个右边角看 慕的一个眼神 战斗模式立马开启 有杀气 对 你看刚才猜拳班图的时候 什么都还好好的 立马就变了 是的 左边的选手青霸眼睛 睁开打比赛好吗 就是ACE战了 那么这一场的话 看一下慕 有的时候他会换什么英雄啊 对 我这个时候还真的在想 他会用什么英雄来的 现在这个时候就是 虽然这个图我们知道 老的理解是DH的地图 但是现在这个时候 他可能会换你自己的手法 对 可能会用一个 当下主流的一个打法 是KOG开矿 然后是换加 但是这个打法是AZ比较难用的 所以这一个地图 我真的不知道问什么的 可能还是用一个DH吧 DH的话是120最擅长的打法 对 DH是最擅长 这是打基本功 就是打基本功的 但是自从那个总组赛 在罗拉特AK了UD以后 孟恩那段声也在练DH吧 对 但是呢 那个时候就属于 还是KOG 还是KOG 但是我们也知道 上一把 其实孟恩输在开局练极的 一个天崩 对 天崩那也是崩到比较凶的 孟恩是开局 开局先一起一个关 拍死一个关 对 那个时候是120的一个骚扰 那个四身的话 也是属于当成狗来用了 对 给了对方很大的一个压力 其实他也不是说 就是说他 他是想极限一点 防止对方骚扰 只是太极限了 就是想烫到空穴为止 就闪电盾这个 很难去控制这个东西 好 那么这一场的话 要看一下120前期的时候怎么打 打KOG的一个节奏 跟打DH是不一样的 打KOG节奏的话 前期DK这边是不能带狗到处浪的 一浪就可能要死狗 所以一般来说的话 DK这边是 但是由于这个地图没有什么进化怪 所以一般来说还是属于DK单链这种 DK一开始的话 出来应该是一发C勾扰点盾 然后是先拿掉这个五神神 然后再练 练到二以后再干其他就是 这个两极看应该是KOG最理想的地图和开局 对 打了个爪子 状态非常不错 然后变得也是成功的勾扰点盾 然后是快速的先拿掉五神神认输 就看接下来的一个压制了 对 打KOG的话 主要是你的狗不敢乱带 好 这里204 实在是用了一发C强练了 这边是练往五神三 有个加五十血的东西 这个性价比是最高的 一级输出的话是加五十血最高 因为等于说是加二的一个力量 对 加二的力量 虽然说没有回血 但那点回血其实很多人都不在意 对 但是就是这种 而且它是五十杠五十的加的 对 它直接加五十的血的 这个性价比很高的 好 这里微杀 对 这个性价比来吃就行 哇 孟姆正义是研究过的呀 这一波是数人的微杀练五三三 好快的速度 哇 打了个头 这个KOG要飞了呀 其实这个攻击力加的蛮多的 120的话选择对练 相对来说 这个速度就是慢了很多 对 120这边的话 是没有想到 对方会直接选择开五十三 甚至五十三的一个 开的一个时间点 不是一个常规时间点 好 那么KOG这一把 前进的装备非常不错 三个的装备都可以用 拍局来说对于孟姆来说非常理想 而且应该是吸收了不少 劳累的细节 对 研究了很多这种图上面的 练剧细节和节奏的 反正就是劳累的给他说 你用两个 你一开始练剧用速尔练 练完了 然后第四个速尔一招 而且他自己肯定也知道这个 对 他自己研究这个三灵 这个图的版本 也研究了很多很透彻 哇 你看这个KOG加的属性 加上这里这个一拿 感觉这个KOG一起飞了 光速到三啊 这个KOG 对 正面U帝他练完这个五三 也可以到三 那么双方式的前进如果都能到三的话 对于U帝来说 他的一个练剂点可以不用练了 对于KOG来说 他的一个战略的一个打法 他可以开始实施了 对 都是要到了自己想要的一开局 好 DK到这里已经顺利混到三级 哇 DK也是输出装 这是加15的攻击力 这是剑胜了 KOG一缠 不能走 一把C先杀一个C 好 C 但这个缠有二九时间 这个缠有二九 这个缠有二九 我好像还想追 而且伤害有点高的 这个时候被缠之后 这个要TP了 这个要TP 数人卡个位 或者KOG追到前面 KOG直接卡位 对 反跑 但是这个缠躲不掉的 对躲不掉 这个除非卡个视野 可是打不死了 应该能打死 前面还可以追 在我前面走一点 这个应该要TP了 对 他需要TP 那BTP了 关键是这个TP之后 孟要去加一点追 我感觉 那不是追不死 他上去了 对 他只能进去 但是追不死的 这个是 孟这一把刀 真的是属于研究过了 这是想进去杀 但有冰塔 有冰塔 算了吧 而且在斧地上 你没把握打死他的 对 一动不动是王 动下算我输 孟的话肯定是想去家里面的 就是他的风格 如果是个窝蛋 直接就进去了 对 要是窝蛋散进去 直接强杀了 看矿去 节奏来说 对于孟来说是非常的不错 孟这一把的一个 招传牌的话 招传牌都非常的好的 这是有他的一个风格 前期打顺了的孟的话 是这个蛮可怕的 传送回来直接看矿 这个节奏好快 好 招个树人 这一波他是快速的练掉这个石头的人 哇 这个就是你感觉到就是 树人这个技能一旦是 减了浩兰之后又是真香了 随便用那个是谁 之前就是浩兰多的时候 大家说这个树人是很废的一个召唤物 但树人你要提算他的一个属性 还有他的可成长性的空间 他其实这个召唤物的一个性价比是翻得高的 而且他单狂怪的能力就已经很出色了 对 而且他是招的毒 这种招的毒的情况下 等于说你招的一个狼 这玩意儿比狼肉 好那么木他这里是可以直接选择 二本好了以后 矿狗开矿了 被骷髅看见了 被骷髅看见了 打到一个大魔 对 他现在的一个用法 跟跌血那种是不一样的概念 跌血更多的是属于炼机压制 但是他Q就是属于战略上 他可以做牵制 我还发了一个Panda 好熊猫刀在新版本的话 也是减了一点上来上限 然后也是加了一点耗蓝 问这一把会不会输在 这个书不吃啊 这个书 这个书当成一个小血瓶来理解就可以了 对 武师的那个血伤压还蛮高的 现在主要10不敢出门 这的话是直接是不用小 不用那个精灵龙的小鹿了 现在这个局就10你打得很小时 因为QG是不敢随便让他再青春了 嗯 刚才那种二级团是时间太久了 好的QG折过来 看了一个茶 尝一下DK摸两下 但算了不摸了 可是现在这个时候你也打不死他 对 打也打不死 两边都打不死对方 但是QG有更好的骚扰的人 他想要骚扰掉QG的血线 因为他主要是要让熊猫去单吃一个经验 嗯 那现在的话QG是由于前期练了一个武场 在练了一个疯狂 熊猫没肉吃了呀 你说这个QG会不会不抓MF去骚扰一下家里面 尝尝狗什么都好一点 不会不会 那个骚扰狗的一个代价有点大 因为现在的话是属于阿姨需要浏览 然后浏览了以后 然后保持一个状态打防守的 哎 单传了 对 这的话是这一个先缠一下 但我刚才 不利其的状态不是很好 一发C直接先C了 对 还好是没爆发的 这个小狗要死了 狗就算了吧 现在关键是蜘蛛的问题了 有蜘蛛不能死 这个狗不回刀吗 他不起狗了 数人可以抚 没有不需要KOG回头的 哇 这个残效时间太久了 这个蜘蛛还是要死的 哇 可以就升到4了 我们看到下面这边已经铲死了 对 这个残效时间太久了 吃掉 现在120呢就开始要亏了呀 这波是三个狗加上一个蜘蛛 对 这波这个NOVA暂停一下你的一个追击的一个节奏 我不能让你再追了 再追太恐怖了 目前节奏有点不好 对于120来说 因为那边二块二0是开起来的 对 现在这个120呢 上半好了 然后他这里应该是不出狂狗了 直接可能选择一个蜘蛛加盒子 然后买个三发就堆了 现在的一个点是熊猫没有到3 熊猫没有到3呢 可以打得开明点 但是呢 继续要再毁灭好了 是 而且120的链级也是选择地图的下半边 所以现在的话地图野怪主要集中在120这边了 对 所以120他是在侦察做了一定的情况下的话 选择了一个最好的一个路线 虽然说损失也是蛮严重的 这些的装备很好 对 这个装备一二猛 神奇大哥的帮你打的加成 对 现在那个莫恩的话 他的一个心里应该想着怎么去 在你毁灭出来之前再抓一波 对 尤其的优势时间是蛮强的 有差不多7分钟的一个优势期 那7分钟以后 有开始有一个毁灭的话 你这边就不舒服了 好的 这里再抓到了 打着个大雪 这个不错 赶紧流 不能再实施出了 完了 这里毁灭好不了 哎 好了 我们是11 哇 这一波的确 也要吃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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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一点 哇 不是吧 这个都敢不吃鸡了 这心也太大了 11 漂亮 120这边的话是直接一个人 C是当场面打回来了 QG又回来了 QG还要再缠一下 再补一个缠 但是有DK有毁灭啊 这一波不用你QG啊 我这个是慢慢上里边热玩的 这个时候利用这个操作上这边 可以的 那DK是没蓝的 DK是没蓝的 看见了 对 这边好 火火 木鸡打得太凶了 确实 但是有边会发C 赶紧灰城 看C弹手的时候 直接选择TP 对 他不确定他是不是C自己的 对 我只说木刚才心太大了 因为这个是个神装力气的 他那个雪上线团 刚才如果打了个最大攻击 还真的可能死 很容易死 很容易死 就真的蛮疼的 其实这一波的话 120打得还蛮转 他杀了不少这个小鹿 而且还避了一个TP 避了一个群部 对 差一点点 我觉得刚才木鸡打得太极限了 很危险 对 很危险 他QG要死了 这个部队都不敢打了 太吓人了 这种时候 120 120这一波很慌 没状态的 这波 掐个眼睛看到了 对 这里只有两个 这个要超后面了 赶紧放了 赶紧放了 赶紧先吸一下 吸到了以后 然后这个时候 你放了之后 你看他树人马上就上来了 对 这个时候先要保住 这边的一个 蜘蛛的一个状态 有了C 低了一个毁灭 C了毁灭 他的蜘蛛是最镰倒两个 这个地方 这个应该C错了 因为他毁灭没有生数障碍 对 刚才是应该是点到了 点到了毁灭身上 对 再试一下 木鸡这一个牵子 是小鹿的一个拉出色 真的是拉到漂亮 好 再驱散 你可以到这里有个蓝皮 吃了 可是现在这个时候没有火力了 就是 对 你没有输出点 你刷一下可以 换熊猫 熊猫 走打 有了 差下 一丝 哇 这个木鸡的极限拉扯 都是被一次血的一群走掉 这边的话 这边的话 这边也是走打在上面 直接吃掉蜘蛛 他没回来 这种蜘蛛蜘蛛 不想给你经验而已 现在 这个 全身而退 对 现在摸的话 但是暗夜精灵虽然拉走了很多 但是他的恢复应该是会有一个问题 他没有熊吧 对 他应用恢复就只能靠这一个血瓶 他全部来回了 所以120这个时候可以收1到两个点吧 这个点和分框如果能收到的话还是可以的 因为他等级是上来了 对 分框那个点其实大点一练完了 就是两个三节的一个小绿屏 好 这边的话也是直接升了一个瘟疫 对 瘟疫也加强了 对 瘟疫这个版本是非常的强 对 瘟疫这个版本挺变态的 每秒毒2 对 人家加了狂热 关键是他的这个持续时间是缩短了 就是原来是120秒每秒掉1 现在是90秒每秒掉2 对 伤害提高了 对 伤害提高了 超越一张群谱了就一定是 对 其实瘟疫这个东西的话 本身在没有加强之前就很嗑小鹿 本身没有加强就非常强了 对 三发一个听客 这一波是一个五身后的一个叫杀 那么看这个五身后的叫杀 他有没有机会把这边 他有兵没过来吧 他在路上 果然后面来了 现在这一波是属于 中甲的一个房子 其实容易爆 但是现在的一个局是属于这里的一个木又穿刺 也不好点 对 好 再先炸一号 这的话是已经是把这边的一个DK 蓝炸他多了 好 这边的话胖子没有上去 所以目前瘟疫还没有感染到 哇 瘟疫这个小太多 这个可以抽啊 好 毁灭已经是抽过了 毁灭已经是抽过了 所以我手包先上去有血瓶的 对 小太多 小精灵上来直接不想爆 这波爆没了呀 没蓝了 这个熊猫已经可以了 我觉得熊猫的任务已经完备完整了 一吃 有大雪 有大雪 大雪吃掉 但是没有技能的王林这个时候是别人不虚的 对 而且你这边也没有输出点 你打不动 而且还可以缠一下 缠绕 有飞吗 没有飞了 对 没有蓝 现在想杀KOG 但是火力已经不够了呀 确实 这一波暴露的一个火力太猛了 而且路现在非常非常的多 而且莫的一个拉舍主移 你很难杀他这种路 都杀不了 你一杀他往后面就退了 对 然后另外的就上来补卫 继续打你 哇 这里一个 接下来一个传送 哎呦 绝望了 这小路可以围杀了 小路这边可以直接围杀的 哇 这里一个周达 找了个房子 但现在房子两人就没了 这是中夹的房子 对 现在这时候打熊猫猫猫猫 这些群骨强吃 走不掉啊 哇 顶格无敌围杀 恭喜一下沐恩 在A4战当中 首先替韩国队拿下一分 哇 沐恩这一个 确实这一把 是打得非常非常漂亮这一把 知道 这一把一开始的一个链接的一个规划 再到它的一个开矿的一个节奏 就是120那个时候 是属于交那个TP以后 你没办法阻止开电矿点了 所以导致刚才这一个局面的话 沐恩这个矿开顺了以后 然后他这一把没有用金铃龙的 这是一个关键点 金铃龙很容易被操作 小鹿可以跟你换别人 是 你说这一盘打得非常具有目的风格 因为它前期练击的时候 这个流畅性 你包括开矿的一个流畅性 都是它的一个标志性的特点 对 而中间的话 依靠眼睛和小精灵的侦察 去抓120的练击 让120在本场当中 也是丧失了主动权 对 这也是属于KOG 在前7分钟的压力太大了 120不能想打DH 想为所欲为的 拉狗到处去秀 是的 就KOG是属于可以断理一个 操作好的一个选手的一个东西 对 关键时刻的时候 运气是站在梦德这边 那个非常残血的KOG 没有被Leach点死也很关键 对 当时他就是堵那一下的 而且那一下真的太堵了 就是说 太堵了心太大了 对 对 因为他没有 可能看到Leach的攻击力有点高 可能没点装备吧 他们觉得 对 可能觉得没点这个Leach的装备 那一下真的是非常的有风险 但是 之后的话是 莫文掌控了这个局势 就是说 在那样的 那样数量的小路面前 真的没有绞肉车的话 是很难 把这个伤害快速地打出来的 对 在上面的一波 接触上方的一波 一波交战之后 莫文依靠自己的一个良好操作 把很多残血的小路 都拉回到 加动作 120基本上已经是丧失了 整条比赛 获胜的希望了 而且决战的那一波的时候 莫斯拉了五个斤 把采矿筋全部拉出来炸了 那一炸三个斤 就直接变成了 一个三个步兵了 对 非常果断 对 主要是没有回程 如果有回程的话 这么被爆是一定会回程的 对 回程了以后 就起码你的风光 不能自成运作 对 我回程了以后 然后是等蓝展满了 我再来打下一波 好 下一张第一图是LR LR这个图的话 是应该120选的 那么决胜局的话 就应该是一个EI了 决胜局应该是一个EI的招谱 现在这先稳稳地把这局拿下吧 对 先拿下这一把 韩国已经是拿下了 这个拿到了一个决胜点 赛点了 对 对 这个赛点是目前看120能不能守住 而且那上一局 其实我们感觉孟能打得更好 就是说整张地图是在它的掌控之中 对 而且它的一个节奏很顺畅 没有哪一点卡壳了 包括是那个走极限主命的那一下 就是你看到相对的一个前期的链接的路线 已经是非常的可怕了 就是 对 它上三上的很顺利 开框开的也很顺利 你会觉得它在这张地图上的战术制定 就是为120量身进去的 对 就是感觉是量身的 所以怎么说呢 就是说他们韩国的阵容 我们现在仔细一想 就是他们觉得他们会在 中方会在110和彩色之间做抉择 然后他们就在这个 林跟孟之间做抉择 对 他们觉得说是孟打内战是有优势 对 然后那个打这个120也是不亏 对 所以可能还是林觉得 打到彩色的那套KOG开框的打法的时候 我觉得兽足暂时没有太好的一个应对 临时去想的话 就是你 就像当年的时候吹风流所流行的时候一样 你没有临场的时候去想一个应对之策 可能并不保险 那现在是双方选手的一个第二盘比赛 一图是LR LR正图的话是一个UD稍微不错的一个优势图 它的一个优势点的话 是第一这个UD是比较容易到外 然后第二的话 是属于暗夜的一个链击效率 不会像刚才AD那么夸张的 这一把的话我们是用了一个捋猎手开 那我觉得很有可能还是KOG KOG捋猎开可能会走踩着刚才打兽子那个路线 但是而且这图其实120要搏命啊 就是关键是 某某可以要看一下你的当前的一个打法和套路的一个极限的状态是什么 对 现在其实就是120的一个打法是在明 某某的打法是在暗的很烦这种 但是我觉得今天今天的表现都挺好的 就是说这一局希望120能够加油不要留意涵 对120的话 这里其实我说实话 今天的一个中方KF的一个表现的话 已经是表现得非常非常的漂亮了 然后是120今天比如说上一把 它的一个问题是在于前 就在533练完了以后被打出一个TP被滚了一个雪球 他TP如果是没有被打 或是一开始他知道对方是三级KOG 老早练完了就跑了 对 然后这样的话可能会稍微好一点 因为KOG的几个命门是属于 他练矿点是需要时间 然后还有就是说前期练三也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难关 对 好 这边的话是首发英雄没什么问题 对 KOG的现在是一个太主动了 现在的一个案子说上的就是拿经济 军阴深圳的打你这边的一个优点 而且KOG他就算是走那种升级之后骚扰的路线也很好用 对 现在就是天梯上面的一些打法就是那些玩家是更多的是一个双臂而 然后出四个履裂 然后是练一个矿点 然后是不停的去拿树人强行破里头封口的一个建筑 这个是没有任何风价意义的对于书人来说 对 看倒是一个女裂开了 对 那么这里的话感觉 让你应该是知道对方的一个大概的一个打法 因为1.30这个版本刚出来的时候的话 像暗夜打UD或者暗夜打数字这些打法 都需要选手更多的去适应 没有无敌的战术 都是需要一个时间的一个历练的 肯定需要尝试的 就不是说那么简单 就是你上一个版本你就可以用前朝的剑沾本朝的关 对对对 其实就比如说像上面 就是彩色打寿主的那个KOG开矿的那个 诶四身应该是被杀了 诶 那套打法他其实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你如果不用 诶 诶 诶 哎呦 这个又是有点大了 这个确实是压力 无形中的压力 这个失误应该是不太容易出现的 不应该应该不应该的 对 这是一个很低很低的一个失误 直接传狗了 对这一波他是直接换一发C 诶 这一波换C 完全没有毛病的 一个是换血 一个这边是换血 因为你如果不补刀的话你是杀不掉的 嗯 嗯 好出女裂 啊还是上了二本 对这一把他是一个单边生本 感觉的一个节奏的一个模式的话会稍微慢一点 嗯 啊10这来是拉狗出去干嘛 212拉出去练432吧 嗯 啪狗应该还是要去练机 我觉得这个时候去暗夜家里面应该意义不大 对这个抓不了东西KOG带女裂 前期就直接是可以随便的来多少狗 没有用的 而现在只要是屡类一来的话插那种路口眼你还没办法 那路口眼插的那种不是靠外面的那个树 就完全没有办法 10这边用DK吸引火力自己的一个双线链级 对这波双线链级练得非常的凶 哎呦差一点差一点好极限的 然后是拉出了另外一个怪的射程 这里是网组但打不死啊你没有粉 哎10不是想杀你 杀你KOG的 这个难度有点高啊真的 因为你输出是会被限制的 对 这个是所以你围住的还好 但是呢你那种围的一个方法 首先是你必须要打一下暗夜这边的一个盲点 哎围 哎差一点有点小难度啊 对围不住的大家就要死狗了 哎又C上了 又C上来了 一个满蓝的已经用了两发C了 对这里的话120的一个操作非常的牛逼 没有死狗 要保得不错而且DK还有两发C这个 还是可以的 哎 杀了个小精灵 再杀了个小精灵 防自己的骷髅被爆掉 现在这里的一个120是在确定的开不开矿 好 开得矿了 开得矿了 这一波其实强塞很难 因为终于你垃圾灵了 这个骷髅它可以爆的 是的 120现在应该是没有什么难了 对 而且你被查那个就等于说你被杀了一条走 现在这个时候的强矿啊 有点难啊 哇 强塞了 好 退掉了 退掉了 有DK 好的 好 退掉了 我刚才看了一下 我还以为想着打爆了 要能打爆了就血赚 他就在赌啊 都在赌 对 你可以看到就是这样这样级别的对抗 就是选手都一定要到最后的最极限的一个状态 对 你看刚才DK抬刀就差个0.1秒 下刀的那一瞬间给你取消了 对 那个也是所以能骗差不多0.5秒的一个时间 确实 这种片就真的是属于太低 太低的一个对决了 每一个点都得做的特别的好 好 那么现在的一个10的话 这里是直接二本好六的跳三本了 他这里其实断定式控球 其实对10算是蛮优势的 因为这边的一个节奏会比较的慢 那现在的一个问题在于这里的一个 木会不会直接炼掉疯狂直接甩矿呢 人们问这把这个打法的话 他并没有选择是强暴履裂的 应该还是选择强性那个用双边的一个小路 跟上一把这个打法差不多 对 但是有个问题就是这个幻象可以提供 大概两三分钟左右的视野 对 能硬做侦察 对 好 这把那个特技上等级有点慢了 这是地图的一个原因 上一把上三太快了 这把打完都是非常的困难的 这个幻象并没有极限脱走去做一个视野 对 这里话是先练完打了个爪子 还可以 这个装备已经很好了 其实 对 这边KOG也是打了一个豪宝 右击马上到三 那现在木呢还没有急着选一个二发呀 当KOG打这种打法的话 会有一点输出不足 后期还容易被秒 对 后期是一个密门那种 就像以前的一个瘦处打暗夜那个感觉 嗯 就你等级再高没有用 该死就是一下死 那现在的话 这还是跟上一把一样 就说KOG吃的资源太多了 然后这边你没有二发的话 你等会谁来当这个辅助 或者保持这个LE的一个辅出 但是别人练起来有点吃力啊 三个心灵活是血啊 对 对 10这的话还是属于 他吸取了上面买的一个教训 我知道我不出门就行了 KOG你是强 我不出门 然后等着你 慢慢过来 我这练不下来啊 心灵活 那DK打死了DK 这个怪 DK大哥 我去 大哥你怕是还是稳着点 一个东西啊 先杀他再说 KOG 我这一下 小心小心 TP 哇 打死了 这一波血亏 哇 这个是他主要是心灵活是全家 哎 哎 哇 雪皮 还好是Litch买了D上去的 哇 这一波120手术好快啊 对 他Litch买了D神D上去的这个是 哇 好极限好极限 还好 这三门好了 但这一波还是推 这波要是两个狗 两个狗加一个 蜘蛛加一个TP 加一个血皮 好难受 哇 哇 无论这一波抓MF一个 感觉太好了 这个是不是 对 但是这一波其实120也有点拖大 连门口这个有心火的点 对 有点难练 心火嗜血全上来 他觉得自己能够强烈 对 这里又要死个尸珠 这里一个DK不是二级C 这个女脸打这个尸珠特别疼 完了 这只在是在你三分之这一波 把你兵器杀完了 没了没了没了 好难啊好难 这直接暴露就行了 我觉得 对现在 是 U第三本好了23人口 是的 这时候想 反打 我觉得这个时候就 就算交一本TP都不亏了 对 而且这个时候还要反打 还要打DK啊 双减速度 双减速度 有卡位吗 有卡位吗 他这里是想逼你一个蓝石出来 对 哇这里小龙卡位了 沐泽这里打得很秀 这里还有一把铲 我去沐泽这一把真的是 A13的时候真的表现出来了一个天王级的一个熟熟的一个感觉 对 安当A14的实力 而且他现在不急了 他现在这个时候不急了 对 家里有矿呀 现在主要是腰里没有发力点了 你本来这所有的上面的一个发力点全死了 什么狂狗啊 这都现在连财务的狗都没有了 对 这里的话是直接A14的一个履裂 那么家里的话会腾人口买个二发的 哇真的感觉 我们今天的一个A13的一个状态真的好 他之前把客人不输给120 并不是他状态差 是因为120当时那一场是打得特别的漂亮 哎小鹿 哎呦差一点差一点 好那么这边 小心 对这里话要送一个小鹿的 小鹿再被点死一个 但现在打不完的小鹿太多了 对 对 对 完了这里感觉又是蜘蛛的 蜘蛛跑不掉 是 被缠就倒下来 还好还好 有毁灭了 关键时刻毁灭现身了 先走先走 对不起现在是一个蛮蓝的状态 非常的小心自己的后排 但这里的话是不是毁灭掉也快呀 对 对 上面这边反驳 反驳的 蜘蛛真的是属于 任何时间都不慌乱的 这种情况的反驳 看一下这边有没有经验书 治理书也可以 治理书吃了 但是我觉得蜘蛛在这个时间段的话 没有状态什么优势 反而是把自己的一个 对 局势稍微送掉了一点 对 送掉了一点的局势 虽然说正面部队还是处在一个非常数量 数量多的一个情况 但是科技成分没有对方吧 对 这个地方好像是掉了一个大无敌给QG 我觉得还很理想的 很思议 反正我有两个大蓝皮 我不怕你 但现在还是那个问题 就是你QG现在已经被废掉了 你不像刚才有个熊猫 熊猫是第一有成长性 第二有AOE 可以弥补那个伤害 现在的目前是属于当KOG爆小鹿 如果零熊站不住 很容易就是部队打不过的 对 你部队就打不过UD了 要连这波的话是沙发天克尔强压一下 小蓝是目前有机会 可以重复的把对方优势蚕死掉的 对 这一波的话是57任何打45 讲道理这波要连是友谊战的一个资本的 他手上有一个蓝色有个大蓝皮 说这一波不慌 小蜘林又来爆了 随便你爆 我反正这里蓝毒 你爆不起 哎 毁灭的位置有点差 毁灭Boss 这边给C了 DK DK要被围了 还好 这边的话一波爆发 把DK打到三分之一血 但有无敌了 但现在这一个团战的话 木耳有点杀不了UD的兵了 对 他现在只能先要处理掉毁灭才可以 对 先处理掉毁灭才行 不处理掉毁灭这个杀不了 毁灭操作 好 又是给C非常的漂亮 好 这的话是手上DK一个无敌 小精神工厂的话 这一波是不停的提供一个输出 幻灭的血量还是比较完美的 但是毁灭驱不过来的 幻灭 幻灭这波操作没有死过边 这个那个 对 现在这个时候场上的话 拉扯是非常的不错 是 对 有机会了 有机会了 我跟你们说 可以出过C'123 飞拔的一个10 我跟你说 这个Q就是这样 吹散 吹散 还有个命门 一发C'C'过来 没死边 怎么办 绝望 好 又是给 这一下的话 毁灭 毁灭拉走了 拉走了 好了 现在这个时候 这个蜘蛛要小心 蜘蛛的位置有点差了 这里的话 是直接继续点这边小路 小路干不出了 终于是死到一个蜘蛛了 可是现在这个蜘蛛开始倒了 现在这蜘蛛容易是很年少的 无所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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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上就发生 小路已经没数量了 小路现在就这五 四个小路 五个小路 没有用 你可以到四 漂亮 你夹起来了 这一波是完美 尝试掉了大量的小路 哇 这一波120的操作 真的是如是如最美 是 那现在的话 就等于说这么团战 他48然后一打 打完了还是48 这个框不能要了 对 要不了了 这个框 那盘跟上一盘区别 就在有一个三级的熊猫 对 熊猫这个点 第一是可以扛跟随连接 第二 它这个是有成长性的 而且你一个毁灭是去不过来的 这个是过点 对 你挑起再强 你总是成长性在那摆着的 他连120这波打完之后 还有一个磨石 这个是关键 下一波团 他依然可以空蓝跟你打 他上一把是因为 近年爆完了蓝以后 你死不了支出 这一把不一样 我一个大蓝皮 一个大蓝石 这两个就直接劝退了 对 那么120这里是成功的 打退了一个方框 要这里继续练及了 因为知道KOG 练及没有用了 我练就完事了 哇 那就光环 给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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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装备很好 而且现在不用着急 只要练高等级就行了 反正KOG见面就是死 KOG现在会主动找你打的 你就是先练怪 打人 打完了继续练 然后等着你来送就好了 而且这是个半拨 都大量的远程 对 现在双光环的一个 你小鹿来呀 随便你来 直接是见面打 还没打一张群姆就交掉了 就你这点小鹿 想杀我的边 将多了你 但这个小鹿的输出是不足的 太脆了 不足这个输出 我觉得现在没有两倍这个小鹿 还能勉强够看 对 这个直接TP见面 这一波想抓MF 过去吃了个群姆 发现这个打不过呀 直接一个TP交了 而且还送了TK到3 对 这里的一个UD团 就继续练 啥都不管 这个就是科技成分的碾压 对 还是在于 那个三本的那一波的时候 那个操作员犀利的 对 赛幕是没有一个翻盘点 已经没有一个胜点了 就是你觉得他就算 再给到他QG高两个等值 我觉得也赢不了 没什么用 QG的一个打法 其实说出来 他是靠这个兵来打阻力 英雄是辅助 但是如果当你的兵 都打不剩阻力 打不过人家的时候 没办法了 就现在QG就算是六级 也不是很担心 因为王里K集果 直接把Q 你站的不动 我就可以直接把你秒 而现在的一个角色 属于你小鹿 杀一个蜘蛛 可能大家死四个小鹿 你死不起那么多 有一个吹风 这个的话还勉强是 有一点点用 就比如说是把 那个毁灭点死之后 吹一下DK秒的力气 现在其实你硬要吹 他就硬要飘就行了 因为有三个车 他有备用的 对现在这个120 这个部队质量反弹高 他有备用的车 在这边 所以他你硬要吹 我就硬飘就行了 而且他等级太高了 U的U的等级高了 很恐怖的 小鹿打英雄是打不动 好 这的话是决战的 你可以这个横着走 你看现在那个 但是这边 他得想围围住了 过几火 但这里实在溜出来了 有敌有群火 应该是没什么太大问题 但是DK不上了 你看DK不上了 对 我在后面一站 来呀 毁灭上前了 毁灭这个位置 吹一下这边的一个 DK想秒这个力气 但是那小鹿死伤太严重了 这小鹿都简直不能看了 他点不掉毁灭就打不死了 对 恭喜一下120 搬回了一局 120这一把 23人口这种局都能翻 这个是真的厉害 是 这一局能搬过来 真的是 一定要依靠过强的 这个心理数据 就是够硬的操作 对 他这种烈士学型 有的做错一步就输 但是呢 你如果一步不做错 然后抓到对方的一个事物 你有机会能赢 其实最最关键的是 那个力气买血瓶 递给老大 老大直接拧开盖子 就直接喝了 对 120 120那个TV是双击安的 所以说他没有DK买的 那个血瓶的 哇木根这个输了以后 应该要思考一下 那这盘的话 我觉得木根第一盘 想一下差别在哪儿的话 还是一个二人优虫的差别 非常的明显 对 而且这一把是属于 你赚了 赚了那么多以后 你没有D 我以为他A4捋了以后 43 会买这英雄到48 然后是直接去练集的 主要是前期觉得优势太大了 对 他觉得优势太大了 这个是属于 你看他现在都已经开始有点小 所以这把为什么会输 就是 对 这种学书的其实很打击世气的 你看 还在思考 缺乏一手把优势转化为圣势的能力 对 120就是属于打到了两个机会点 一个大蓝石 一个大蓝石 这个第一次运气不错 第二个就是属于打团的时候 蜘蛛吸收了540的伤害 然后E8CC回来 对 这个就特别的难受了 这个就看到120在整体的一个拉扯和伤害计算上面 是做到了最精准的一个状态 对 像现在很多阿爷爷或者说 就是说能杀120隔边是一个特别难的一件事 就是前面的两盘的话 也是分别体现了两名选手各自的特点 第一盘的话就是问世的典型 练极加扩张的打法 而第二盘的话就是120非常高猛的正面操作 本来期待一下第三盘在EA上的比赛 对 这个在EA的话是一场决定局 谁赢了 谁就能带领自己的一个国家拿到的一个胜利 对 就是一个双方的赛典 这个局其实我觉得双方都有机会吧 对 之前打第一天 昨天的比赛的时候 大家觉得中国队就输了以后 就觉得1比2比0了 今天我们开完不赢了以后 打到最后的A3的1比1了 对 经过两天共同的努力 是打到了最后的这一刻 我觉得不管怎么说 我们两天的比赛 都是给大家不需此行那种感觉 对 这个是看满了看饱了这个事情 对 现在这时候也是双方在做最后的准备 我觉得上一局 我觉得如果换任何一个其他的选手 我觉得木耳应该不会翻车 对 第一是UD心态容易崩 你上方好了没东西了 对 然后第二就是属于你 捕身后打那一波的时候 你不一定操作有那么好 就是那个地血瓶的那个操作 可能就别人就来不及 他可能就想着用商店去点这个DK 觉得低不上 对 低不上的会很慌 他会他第一时间肯定先尝试DK的 对 刚刚两秒钟的时间 他完成了尝试DK不成功 马上切到你去身上买 买完之后递过去 第一时间要递过去 然后还要吃 对 连一秒钟之内完成了三次操作 对 所以这个确实是一个手快加上一个 自己 意识到位 冷静 对 没有慌 慌一点点不准就输 对 就是刚才那种局面已经 真的是天崩地裂了 就是说蜘蛛什么的狗全部被杀光 没了 DK都已经空了 其实我们也是在昨天的时候 在讨论120这名选手 他的一个优点的时候说到 他的正面操作 硬吃去别人部队的这个正面操作 是他的一个非常显著的优点 对 这的话是来到了一个中岸山的一个决胜局了 好 这边的话还是第四农民通灵塔 过来这一把是没有选择训练公民地 而选择33 这的话是看得出来双方的一个心理的一个变化 不论是之前是打EI的地图打120 是被120扫的这个公民地扫的还是蛮伤的 有阴影的 所以这里还是选择一个比较求稳的一个打法 是否继续新人KOG 刚刚找到工作的恶务猎手还是本届比赛胜利100% 对 但我觉得这一把KOG的概率更大一点 因为EI这一个图是更容易拿到一个经济上的一个优势 对 其实核心还是上一局的这个二发没有考虑 就是他觉得优势很大的 对 其实那个刚才那个局我觉得120最厉害的是两条狗 拆掉那个疯狂的那一波是直接把他们脸给往后面延了一分半 对 这一波是拆的真的很好 如果没有拆那一波的话就是特别特别亏的 你死了两条狗如果拆不掉 或者你招了骷髅 你没有封骷髅 直接被一个经济全炸了的话 就全亏了 好 还是KOG 这一把的话又是一个KOG 那么看这一把这个孟文的话 KOG会用是什么样的一个套路呢 这样打法我觉得是不是孟文太稳了一点 就是这个打法对于他来说 稳肯定是稳的 因为毕竟上一把那么大又是输了 就证明他前期打的没毛病 肯定是在心态上是有影响 对有影响 他刚才那一波总结的话 应该是总结自己对于这套KOG的一个体系的话 前期打的那么漂亮 然后为什么后期会崩 跟他想这是那个点 欠缺一点伤害我觉得 对 刚才那个我说实话呀 再给孟文这种机会就基本上抓不到 几乎是不可能翻车的 对 感觉后期的时候120之所以团战不死兵 也就是刹了熊猫那一口 或有点伤害 刹到了四身 对 这里是四身的话先杀一个 好 那这样的话是 DK也是一个对练 对 开局了 这里是KOG打了一个偷花 这种方法也是非常不错的 这就是说双方改变打法之后 王林的前期打你改变是比较小的 王林前期得怂了现在 因为你没有那个七狗的那种 那一波的这个强势点 对 但是KOG的一个打法 烈色是瞄明显 这地方要看到 是不是转 不转身的话可能追不上 C C位了 比KOG快了一点点 10这个看得挺准的 这里的话直接是摸了一下 就是骗一下打一下你的狗 然后 这里可以看到 别知道 这里又要浪费一发C 还是一发C 相围 相围 可惜可惜 差一点点有点像的 有点像 这一波要十字围杀成功的话 KOG就不敢出门了 对 因为就算是你缠绕我一个狗 我也有把握把你打死了 对 这里的话是直接 有些 有些 流程还有开关的一个时间节点 就是同样一个战术 假如你一直用的话 那对方会逐渐的适应他 对 所以说任何的一个选手 战术你要多 你才能赢 没有一套战术能就打一辈子的 你比如像彩色那套打兽主的 如果对方用个先知 一开始带大技去烧二 KOG是打不过先知的 对 他能打过先知 打不过先知 然后中性如果是二发 再跟大家继续压的 同时转双臂飞龙 你矿都开不出来的 哎 这边的话KOG抓到 对 这的话是想补一下刀 有没有机会补 这的话莫恩是 好 没有问题 DK升值了 对 妖精看得出来这一把是更加冷静了 上一把烈士翻盘了以后 其实心态来说会更好 这个小 哇 一包三 这一包三血赚 好 这个基地 应该是目前没什么问题了 对 现在莫恩的话 这里应该是想勾黄铁匹 但是勾黄铁匹不对 你本来就 屡猎现在性价比的话是挺高的 那么现在这边的话是KOG还在前场 他其实任务已经完成了差不多了 因为能做的事情基本上就这些 对 现在莫恩的一个思路的话 就是生二本同时利用单边的一个屡猎 基地好了的时候 然后基地爬过去开矿 但是这里的话女猎的时候 这么有点烦 对 这一波就是跟你换蓝 你DK没蓝了 我KOG没蓝了 回去喝口水马上又有蓝了 好 这是一发 但是有女猎 两个女猎 这个救不起来了 反补吧 反不到了吗 反不到了 那就是暗夜现在他唯一要做的事情就是说 用这边的一个视野来控场 他用这个猫童银来控场的同时 然后是这边是树爬过去的开矿 这个矿就开的挺早的了 而且就目前来说 王林在三本之前 没有拆掉这个矿的能力了 对 这就是AZ的那开矿的一个时间点 他的一个经济会更多一点 好 这里的话强行练 但旁边的话这个点 铝链短了点 隔不到 好 但是这里的话DK没有粉 隐身就行了 对 把这个视觉小绿皮这个砸铝链点快 要看孟这把刀是不是还要走那个双米尔 双米尔就是说小鹿打蜘蛛很累 但如果用弹射的一个铝链手的话 打那个蜘蛛会挺快的 但用铝链也有一个最大的问题 就是用铝链的话 遇到10中拉扯比较好的 你会不会也杀不了别人 小绿皮还自带一个简术 然后还便宜一点 铝链它是可以用数量来碾压的 但是小鹿和铝链有一个区别 小鹿是用数量来消耗的 对 铝链数量正面碾压之后 可能一波两波就弹死你了 没有拍死乖 还以为木耳要拍死了 其实那个狗可以把那猫头鹰抓了 A一下树就行了 对 因为像现在很多爱业 就是用铝链手如果是开视野的话 它造的那个位置都比较的偏 先开一个视野 然后在里面放视野 这样是最好的 或是那个铝链贴着那个树 对 往里面造一格 对 来前 围住了 非常漂亮 他弄我砸掉了金链 然后这一波围杀成功 是的 但是现在这边 K.O.G是这么浑沉 直接交出来 对 双方感觉像是下棋一样 围住之后 目前第一时间拿一个金链 过来爆骷髅 但是120反应很快地把那个骷髅 对 这种顶尖的一个对决 那个判断就是一秒钟 那刚才如果你让金链 再往前面走 差不多0.1秒 然后一个爆没了 对 让K.O.G就可以爽一板提皮 对 这一波双方的一个处理 都是最快的一个处理 然后最后的120 哇 这一把要出屡猎了 哇 屡猎有点多啊 6个屡猎了 6个屡猎 这两个蜘蛛好像不够卡 不够不够卡 不够卡 屡猎是一个有点厉害的 这一波两个蜘蛛得送 两个蜘蛛要死的 看一下 这个就跟小鹿不一样了 小鹿点不动蜘蛛 屡猎都在点蜘蛛快啊 哇 这波核心还是 你被缠绕之后 你这个兵就等于已经死了 对 你就没有输出了 而且这把你还救不住 你是救不住这个兵 对 不是 你比方说打瘦子的话 你可能兵甲号一号 这个被打的怪还能打两下呢 这个怪他打不了啊 那直接秒杀 那么120这波是血亏 这就是属于木温在决生局 临时改召了 他发现小鹿打蜘蛛的耳脉 对 那我就抱点屡猎小刀 这个蜘蛛 120好亏啊 对 他打不过 这个不可能你在毁灭之间 能出门了 120是属于想着 我想反复 刚才 他想着木温可能会跟之前两把一样 用三屡猎转小鹿的一个打法 会倒在这里输出不足 这个时候不管了 他屡猎后期还可以转跑架这样的一个思路 对 而且屡猎这一个时候 说实话 他可以升弹射当主力打的 嗯 就小鹿为斧 然后屡猎为主 这样你不单有控制 然后你前排的一个输出会非常的高 这个应该是极致克制蜘蛛的一个 对 再出一些小鹿做减速 哇 怎么要 你怎么老是打扛压局啊 这把这个扛压比上一把 还要累 上一把是不是三分好了 这把你这个二本的时候 你本来想压点的 然后你这一波出去死三个蜘蛛了以后 就特别难了 哇 又要死一个 你可以来救了 来不及 来不及 来不及了 二级参加这个掉血有点快 好 那么这里的话 死了四个蜘蛛 106等于说完全又没有边了呀 他这个练几的时候 这个蜘蛛就放家里吧 不要带着了 对 这条开转天轨 哇 转天轨那个 转在对面转路了 说实话呀 转天轨这个真的不是个好主意 黑了我觉得 黑了 这个真的要黑 因为你没有双BC你暴起了 他可能还是以为木耳会爆 爆女脸 爆小蜘蛛女脸 对 爆小蜘蛛的 这个就是我们的视角嘛 我们的视角是看到是这样的 但是选手一旦看到小路之后 他可能就会放弃掉继续出天轨 对 这的话肯定还是属于 不会再去转小路了 二冠现在的木耳是双矿 刚刚这个有点过分的 现在这个必须太多的 打不完了 而且另外一个点 就是你没有双BC 你鼓不出来 对 你光单BC这种天轨的话 就打到后面 顶多是一个更小的兑换 而且这里的一个木耳的话 讲到来 他现在可以买一个二发 然后去练个几 这边你一个输出 你推不下这个矿 我觉得兑换都兑换不了 他二发一个小方 生个九物你就换不动了 对 生个九物 我不用喷火 你看他不出来 还是要转智术了 不可能说的 就是你看到小路 就不可能再转这个东西了 这里打盖子好辛苦 这个地方 对 没有输出嘛 两个英雄都打一辈子 好想技能 回到技能可以打建筑的时代 两本群伯 接着换家 打完你门口的点 这个是压点 他要把你公命力给你压了 不让你连击的 你看现在的话 要的是为了不让你压点 然后是直接选择一个TP回来 因为你这个点一压 你就不好打了 你没点练了以后 你死更惨 我们历史是买了一个磨瓶 我们现在的一个局势的话 对于木人来说 他这里的一个部队还没有爆 他这里是压着50N后的 但他人口上线也造到80了 只是木人就是憋一波前 然后一波直接 直接爆出兵来A死 他觉得他上一局的那种打法 给了太多机会了 对 我觉得120这盘 他的想法就是 木的这个部队 虽然正面很强 但他工程能力现在有点弱 就是女练和小鹿A加A不进去 对啊 唯一是这是120的一个翻盘点 就是我他不会来A我 我可以再狗到后期去打 对就要后期的话 看正面的一个木人怎么转型了 我觉得如果木人想要稳一点的话 还是要二发的 对 因为你KOG已经到达一个成长上线了 已经到达成长上线了 现在木的问题是他这些女练的话 后期转型可能会有一个很占人口 木已经爆兵了 再一爆兵了 这里话已经开始 直接可以爆到75人口去了 他这个 你看他这一波就是不跟你玩任何 就是任何虚的 反正我钱够了 然后我这一波兵爆出来 对 要知道L2那一把是属于木人 就只有60多人口 他人口太低了 人口60人口打50是不好打的 但是呢 如果暗夜到达70人口 他能一路其实打你一半血以上的话 你这个C是C不过来的 而且核心就是你就算 就算是你毁灭有驱散 也我也赚了 对 要扣你一秒钟就行 看到120要估计重施 五胜口一过来 那么现在这一波的一个团战的话 这里的梦怎么的 对 这盘的话呢 因为开框的时间点也比对上一盘要早一点 所以他的这个爆兵时间也早一点 对 KOG练完这里到5级 5级KOG的话这个是有点厉害的 现在这就是一波绝杀 哇 听着工厂这个位置丢得不出 这个位置很猥琐 很刁钻 你还拆不了 那我在想他那个小机器会不会卡到下面啊 不会不会 直接出来的 下面没空间了 直接说就像鸟出来的 对 而且直接点往上一插就行 这的话木认是直接想修 旁边的话是直接开树了 你觉得就像想开一个小口子跟我打小锅了 这个地方小口子这个根本就开不起来啊 对 开这一波的一个团战 小路先拉下来 但一个诺一砸很难 现在就是已经把口子给冲开了 对 女猎全场了 女猎这边拉走了 但是对 但现在要回头的 这个一番诺买 一个诺买 三个 大家要寻不一吃 哎呦 现在这个是靠边来打 太多了这个边 这个冰数来已经太多了 哇 这个书人满场的书人 平克 平克救一下吗 放一个房子 反正也可以死了 对 放一个房子 这个打不过来 这个边差一样多 只能长上去 就可以有些太无敌了 边差太多了 这个是一直拿边来打 你回面不可能去得完 而且来这边又是给了巴西 现在长上的话 就女猎都杀不掉了现在 对 还有第二个群补 想的话 蜘蛛也杀不住了 可以吃了 给了C一张群补又是再次贴上了 这又追不动了呀 而且这个力气没有一个无敌 是个蓝皮 边死完了 没边了 120挺不住了 这边的话又是一把CC空了 120就在两个英雄了 怎么打 对面还有蛮蛮多的一个女人 加小鹿 但是我们看到120还在阻力 他在为一个最后的可能性 对 毁灭要死了 毁灭顶不住了 毁灭也没了 哇 沐昂最后还真的是宝到位了 最后成功的战胜120了 然后又是一把C 激进 非常可惜啊 这一把的话我只能说沐昂的转变 和总结的一个位置非常的准 他一开始是保证了自己开过那个速度 第二个是属于女猎手那个出多了 是一个好处 对 然后120是想打一个针对的 结果被反成队了 所以那一波真的要恭喜沐昂 他确实打得好 那的话 也是沐昂在今天 QF当中先输给120一盘之后 在最终的A死战 成功地捍卫了自己的荣耀 但是今天中国队的表现 我觉得已经很不错了 不管怎么说 这次中韩对方赛 我们打得漂亮 然后最后是离胜利 就只差了一小分 一步之遥 对 一步之遥 但是这次比赛选手为我们观众 是带了非常非常多的一个 一个经典的一个比赛 非常多的精彩的瞬间 对 然后也是非常接近的一次 一个比赛 对 掌声送为两位选手 对 也送给我们中国队和韩国队 对 比赛的话 其实就是属于输赢 这个也是比较关键的 但是过程 过程一定要精彩 对 享受好这一个过程 像这次比赛的话 每一场 就说实话都是可怨可怜的 对 那这些还分斗在魔术战场上的 老选手和新选手们 我们真的是心情非常的感慨 对 也是感谢今天来到现场的各位朋友 感谢正在观看直播的各位朋友 对 这里的话是要恭喜下韩国队 然后我们下次要再付出了 对 我们这次已经非常的接近了 对 好的 恭喜韩国队获得了粉丝 魔仇争霸三 中韩最抗赛最后的冠军 现在他们已经在享受 属于他们这个光辉的时刻 我们暂时可以把舞台交给他们 和现场所有的这些 正在享受这个时刻的各位观众 来 现场的战略